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我拿红薯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红薯清洗干净 然后用去皮器把皮去掉 然后将红薯切成薄片 装入盘中 放入锅内大火蒸熟 红薯蒸熟以后 打开锅盖 趁热用勺子被把红薯按压成泥 倒成泥以后稍微放凉 放至常温以后 加入酵母粉 加入适量的温水 将酵母粉溶解 加入400克面粉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不要太硬 要比蒸馒头的面稍微软一些 这样直接揉的话 揉不光滑 我们先醒发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再揉 这样就非常轻易的 就可以揉光滑了 面板上多撒一些底面 揉好的面团 不用醒发 直接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擀大 来点五香粉 涂抹均匀 再来点花生油 涂抹均匀 撒上葱花 把面切成长条 把面叠加在一起 切成小段 再叠一下 把它给翻上来 平底锅刷一层油 把面竖着放在里面 全部摆放好以后 盖上锅盖 饧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面已经发开了 轻轻按一下 明显的已经变大 这个时候我们撒点黑芝麻 开小火煎 底部煎至金黄色以后 盐锅边加入清水 小火焖15分钟后 关火 焖3分钟 打开锅盖 大家看一下 底部也是金黄色的 蓬松轩软 喜欢的朋友 大家也赶快试一下吧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做的美食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明天见